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几个美国政客的言论所作所为实在是无耻无德 我们多次说过污蔑抹黑甩锅推则弥补不了失去的时间 继续撒谎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造成更多的生命的损失 中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公开透明和负责任 那么美方那几个负责任的人 我想通过Broomberg你们去问他们一下 可不可以让他们站出来告诉世界 如果当初最先发现疫情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方会处理得比中国政府更好吗 那么对于那些拒绝执行防疫措施 扰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外国人 中国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感谢观看